大家好 我是一鳴 亞運賽事進入白熱化 杭州辦大型運動會的能力和水準 獲得普遍的贊助 亦為2025年粵港澳全運會的籌備 提供了經驗和啟發 澳門特首賀一誠在杭州觀賽時 希望澳門選手要保重身體 以最佳的狀態爭取階職 為國家、為澳門贏得名譽 亦為粵港澳全運會做足充分準備 特首表示歷屆特區政府一直不為遺力 對運動員大量投入 今年還將開展運動員培訓和集訓中心的二期工程 為粵港澳全運會做好準備 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杭州亞運會時 亦表示張力指正由粵港澳承辦 全運會足見國家的信任 是檢驗實力和活力的良機 香港特區政府將帶領國界積極籌備 廣東省長王偉忠 這個月中在廣州調研粵港澳全運會場館建設 賽事籌備時亦指出 要加強粵港澳的溝通對接 形成電接暢通功效的三方聯絡機制 凝聚強大合力確保粵港澳全運會成功 三地工程的要求和期望 是辦好粵港澳全運會的動力 而杭州亞運在場館新改建 開閉目的籌備環保辦會 賽事組織和保障 商業開發數字辦會等方面提供了範例 值得粵港澳學習和借鏡 協力辦好全運會